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毒好几次 每次反正都有新体验 大家都说他像猫一样有九条命 怎样都死不了 爸妈也就习惯了 不再把他的受伤当回事 还在他九岁生日的时候 全家一起到悬崖边野餐 没想到这一次他又掉进了海里 被打捞上来以后 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妈妈悲痛欲绝 难道儿子的九条命已经用完了吗 没想到送到太平间两个小时之后 他再次的活了过来 随之又陷入到无尽的昏迷之中 医生对这个奇迹很感兴趣 立马赶过来研究 看着他厚厚的病例 简直不敢相信 又从警察的口中得知 他是被父亲推下悬崖的 而父亲本人还在逃跑中没有抓到 医生满是怀疑 跟他的妈妈纳塔利做了很多的沟通 发现在生日那天他和老公吵架了 老公便生气的把路易推了下去 医生看得这么凄惨 便安慰了两句 他居然就亲了上来 喂 大庭广众的 你控制一下行不行啊 医生 你可是有女朋友的呀 长得帅也不能这么扎呀 纳塔利 你儿子还躺在那呢 到了晚上他又打电话给医生 说有人寄来了一封信 像是路易的口门 要得远离一切的男人 可是他这样的状态肯定是不能写信的 医生认定是逃跑的爸爸在作祟 从警察的口中得知恐怖的真相 他的爸爸其实是继父 纳塔利对儿子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好 在路易很小的时候 他就想过把他送养 医生产生了怀疑 想过来质问他 但看着他这么美好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是会干坏事的人呢 两人还越走越近 真的是世风日下 道德沦丧啊 过了几天 路易的奶奶来了 强硬的要求见孩子 还坚持说自己的儿子不会伤害路易 因为他就是为了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才会坚持不离婚 而纳塔利则是一个满口谎言的贱人 很快 继父的遗体被找到了 他竟然也跳下了悬崖 不过他没有像路易这么幸运 已经去世很久了 世间的谜团更多了 一生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都开始梦游了 还不受控制的写下了很奇怪的文字 口文语气都很像是路易一般 和之前的信件字体是一致的 精通脑部研究的他 认为是昏迷的路易和自己心灵相通 控制了自己的身体 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这是了解真相的重要途径 便通过催眠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 和植物人路易进行对话 终于让真相大白 伤害路易的其实是妈妈 她一直不想留下这个孩子 毕竟是被强暴才怀上的 但是又舍不得打胎 后来的男产简直要了她的半条命 自我纠结折磨之中 患上了代理型孟乔森综合症 这种心理疾病让她一方面想要虐待 弄死路易 故意用枕头焖她 打开家里的电闸 在饭菜里下毒 九岁生日那天 又制造了有毒的糖果给她吃 而另一方面 又利用孩子的多灾多难 博取同情 成功地勾引了继父这个有爱心的好男人 她一直竭尽全力 保护着路易的安全 后来生日那天 看到毒糖果后 她实在是忍不了了 愤怒地抢走了 纳塔利又想把路易推下悬崖 继父赶过来救下她 没想到自己却被推了下去 看到这儿 为了顺从妈妈的意愿 路易无奈地跳了下去 而妈妈因为心理疾病没有阻止 她却又活了过来 陷入了昏迷 这时候纳塔利知道继父已经死了 把目标对准了路易的主治医师 又开始编造谎言 利用儿子来展示自己的可怜 博取同情 成功地勾引了一生 她终于看清了纳塔利的真面目 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 再次过来看她的时候 才发现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明艳动人 因为她已经怀上了自己的孩子 看来她伤害的目标要转移了 路易以后可以安全了 而另一边 昏迷中的路易并不孤单 继父混化成了海带精 一直在鼓励着她战胜这次挑战 其实 路易在第一次被妈妈伤害住院的时候 继父就出现在了这对母子的身边 并从此融入了他们的生活 后来 路易在昏迷之中 她的灵魂和继父来到水底的石洞 得知了之前的故事 继父本来和一个爱笑开朗的姑娘订了婚 却遇到了爱哭的纳塔利 为了不让她哭泣 也为了照顾年幼的路易 她放弃了自己的真爱 一次次的拯救孩子 给予了纳塔利足够多的耐心和爱 想让她以乐观起来 却不知她要的只有同情 最后 她对小路易真情告白 指引她鼓励她 让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展开了全新的第九条生命 而奶奶也一直在陪伴着她 就像她的继父一样 深沉的爱着这个孙子 而故事也到此结束 电影的构思很是巧妙 虚虚实实不停的转换 制造了诸多的悬念 最后的谜底让人感慨 路易是不幸的 有了这样的妈妈 但她也是幸运的 拥有一个这样爱她的继父 给了她九条生命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